我们在上一节呢 阐述了一些关于视频方面 解码和编码的一些概念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呢 我们很少去参考这些概念 那我们在这个实际操作中 如果你PR中完成了一个序列的整体的剪辑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混减 那我们在文件夹中 可以看一下之前我在视频下场中 我们前面练习混减的时候 做过的这个PROG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完成了一系列的剪辑之后 一定要先检查一下 这个视频后边有没有片段放在后边 假设你有一个备用片段放在后边 那你输出的时候 你的最终输出时间可能就达到 目前我们看到的8小时 所以你要花的 那么这边是8分钟 小时分钟秒真8分钟 那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 可能会造成多输出了 所以一定要删除 这是一个检查性的工作 那么我们确认视频上的媒体 没有黑屏或者说没有错误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输出 其实最快的方式就是你从头到尾 这样子预览一遍 或者说你快速的这样子去看一下 有没有这种黑的缝隙 当然轨道的内容很多的时候 也很难查出具体的内容 还是从头到尾看一遍 用JKL的方式快放一遍 那是最快的方式 我们 我们用JKL这个方式 如果你快放 很快放完 如果有黑色的话 这边就会黑出来停下来 所以检查是一个细致的工作 不要因为一个细小的失误 导致最终的全部重新输出所有的视频 那么PR在输出的时候 方法很简单 选择文件菜单导出媒体 这边会出现一个内容特别多的一个对话光 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核心的设置 那么在这个对话光中 我们看到这边会有一个预览 那首先你在输出的时候 你必须选中要输出的序列 比如我要输出我们目前的混减序列的step4 那你要输出哪个序列 你一定要选中的 包括左边一定要选中 然后你再去选择导出 那如果导出的时候 你在右边只选择了音频 那么你也看不到左边的预览 因为我们要输出视频和音频 所以你先要有一个大的解码器 然后再编码 那我们看到这边可以选择H264 然后选择H264之后 左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对视频的一个预览 这是我们目前选中的这段序列中的所有的内容 那如果说出现了黑色 一定是后边超过了最大的长度 取消一下 因为我们的片段的整体是在2分46秒结束 所以我们在输出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 选择你的这个序列 选择文件 导出 媒体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目前这个序列 它的一个内容的预览 左边呢会有一些选项 我们把这个对话框稍微往上一点 然后你会看到这边的会有整个序列 那我们通常的输出完整视频就选择整个序列 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序列 Step4全部进行输出 那你在这边指定之后 它就会全部进行输出 那么第二点呢 它这边还会有一个序列 它的这个入和序列的出 也就是说入点和出点 如果你的序列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完整的内容 我正想输出一部分 那比如我在序列的某一个地方 设置一个入点 按下按键设置个入点 然后或者我点击的方式 显示一下扳手 这边显示一下传送空间 比如我设置一下出点 那我这个序列呢 中间有一小部分的这个蓝色的内容 需要进行输出 我可以选择文件导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类型改成入点和出点 这边也会看到这个蓝色的入点和出点 那么它输出的范围就是这一段 第三个是工作区域 这个是基本上我们很少会去用的一个功能 首先在PR中的工作区域默认 在这边我们是没有看到的 这边右键清除一下入点和出点 我们在序列的更多的地方 可以看到工作区域来 如果你把它开启 这边会有一个选项 默认情况下它是你完整的序列 当然这个工作区域我们可以 拉长一点 那这边可以往左边看一下 工作区域的这个起点和终点 你都可以去修改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输出的话 就是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看这次如果你选择导出媒体的话 选择工作区域的话 那它也会出现这个蓝色的区域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去用 然后自定义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呢 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子 现在你可以自己呢去指定 我需要输出的这个范围 比如我现在就想输出这一小部分 那么这一小部分呢它会进行输出 我可以去预览这一小部分是什么内容 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标记 长官比的一个校正 这个呢我们不用去管 然后左上角呢有一个圆和输出的方式 如果你在圆中使用这个裁剪 那这边可以先指定它的比例 比如说我想输出一个16比10的画面 你可以裁剪一个位置 那这边你可以继续裁剪 左边上边右边和下边 这边我就直接拖动的方式 这边可以动态的去调整四个参数 那你在输出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你裁剪后的画面 当然它两边会有这些黑边 你可以用这个不同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些填充和修补 当然我们不建议呢去做这个裁剪 因为我们输出的时候也不会去做这一部分的这种修饰 除非你有这种特殊的需求 才会去考虑把它裁剪一下 那么右边就是我们对序列输出的各种设置了 首先呢有这个导出的设置 然后是视频的一些设置 编码的设置 包括各种设置 那这边呢我们先看一下 在你导出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性的选项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编码 那这边你会看到 如果你勾选于序列设置匹配的话 那么你只能按照你序列原有的方式进行输出 这边我们看到只有MP1G MP基本件进行输出 你不可以呢去调其他的参数 那你原始的视频比如说 它是一个1280x688 然后23.976 那么你输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所以格式呢不能换 我们自己输出的时候都是自己去指定 比如这边有很多类型 比如我要输出H264的视频 那我选择H264 这边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预设 预设很多可能你不太明白 首先呢你可以用这个匹配源高笔特律 这种方式适用于你所有视频的输出 然后下边我们看到这个MatchSource 那这些呢都是匹配原视频更高的 自适应的高中低 那么往下是奥多比 奥多比的类型 比如说4K HD视频 然后是UHD视频 后边有它的码率 比如说40 20 40 然后下边有这个Facebook的预设 高清质量的视频预设 480P 720P 然后4K 再往下这个Mobile呢 是针对于手机的设备 然后再往下 那我们这个第三方网站的这个预设 VR的这个视频预设 然后下边第三方网站的预设 包括YouTube 那这些呢都是针对于第三方网站 而我们真正要用的只有 这边的这个高质量的这几个预设 然后是奥多比的这几个预设 其次是匹配源 我们用的只有这三种 所以个人的习惯呢 用这个匹配源高比特率 然后是高质量 这个质量输出的话 质量会更高一点 当然我们后边还会去讲 怎么样手动去调 那这个是输出HR64的MP4 如果你要输出其他的格式 比如说我要DNX HR DNX HD的这种方式 那这边可以看到 中间他也提供了很多 HQ的方式 HQX的方式 LB的方式 RGB的方式 SQ的方式 包括DNX HR 它的2K 4K 所以他把所有 可以输出的格式和编码 都给我们列了出来 你只需要选择你相应的编码 包括帧数率 然后是他的这个质量 就可以选择性的输出 那我们常用的呢 还有往下 比如说P2 或者说QuickTime QuickTime的话 这边你还可以去选择 苹果的Police 比如说422 4444 HQ或者是LT 当然上面还有这个 奥多比的 这个Police的这种方式 你都可以去用这种方式的 去选择一个 比如说422HQ 这边有一个Wiz和WizOut Wiz是带音频 WizOut是不带音频 注意这个区别 比如我喜欢422HQ 质量很高 压缩比也不错 那我可以选择这样的编码 然后是带音频的 那我就可以输出一个MOV 视频格式 那同样 我如果说只想输出音频 那我可以去选择音频波形 那这边就没有任何视频了 音频呢只有一种选项 其他的格式呢 不是很常用 如果我们想输出AAC的话 也可以去选择AAC音频 这边有它的44 然后128 48 256 对于质量的选择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采样率 44和48两种 然后它的这个 Eat率 KBPS 可以看到这个128和256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的输出波形 质量的是最高 其他的像这个Windows的WMV 这种格式呢 可能输出的频率很少 我们基本上MP4呢 用的比较多 这个微软的WMV 其他的格式像MPG 早期的MPG2 MPG4呢 基本上很少去用了 更多的我们现在呢 用的是H264的蓝光 去取代下边的这些 旧的DVD的这种播放设备 那我们看到蓝光的话 有720P的 1080i的 1080P的 可以进行不同帧数率的输出 这个方式也是非常的方便 很多设备呢 都兼容H264 所以呢 我们没有必要去选择 其他的格式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H264作为首选 其次你可以去选择 QuickTime 去输出苹果的格式 但是上面还有一个 PoreS的 针对于 它的更高质量的设置 你也可以直接选用 苹果PoreS 但是这个格式呢 输出的是MXF 注意它是输出你原始的格式 如果你选择的是QuickTime的话 输出的是MOV 注意这个区别 这边还有一些 其他音频的输出 比如说AIFF 你也可以输出AIFF的高质量 好 那这边呢 我想输出MP4 我就选择H264 选择一个高质量的1080P 或者说720PHD 720P的视频 然后这边你可以指定 你输出的名称 同时这边可以看到输出的路径 这边默认输出到了桌面 那我在这边点击的话 可以去修改 这个路径呢 我就不修改了 你要确保导出视频 还是说导出视频加音频 如果你不勾选导出音频 输出的就是没有声音的视频 下面会有摘要 告诉你存在了什么地方 输出的目标 包括它的最大的比特率 这边它的这个音频 然后它的采样率 这边也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的一些格式 然后下边呢 是一些关于效果的用法 这个我们后边去讲 然后是视频的一些基本设置 这边你可以继续呢 去改视频的宽度 包括帧数率 相助常观比呢 不用去改 因为我们高精视频呢 都是1.0 一些特殊的设备 可能会有这个0.9 1.2 1.33等等 那如果说你采用了错误的这种 相助常观比 那你的视频呢 就会变形 被压扁或者是拉伸 我们1280乘720呢 属于720P也是1.0 然后1080P呢 也是1.0 然后以最大深度渲染 就是以16比特金渲染 但是呢 会增加编码的时间 然后下边这一些附加选项 我们基本上不用去设置 包括编码的这些设置 还有这些 颜色的这些设置 比特绿的设置 这些呢 我们都不用去设置 包括如果说你是个VR视频的话 你要 然后你勾选的话 就是对图像的角度 进行一些调整 包括这个方式 然后呢 我们上面这些参数 在你修改不同预设的时候 比如我这次呢 又换成奥多比的 带有音频的 然后20兆的 这种带宽为20兆的视频 那它下边呢 也会变更这些设置 我们会看到这些设置呢 它都会自动为我们重新去指定 比如我们看到你20 这边就是20 如果你改一个 这个移动端 手机设备 比如说手机设备的480P的 那这边它的宽度高度 也会给我们进行修改 同时下边 它的这些配置和级别 也会自动修改 然后下边 针对于这些目标比特率 也会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不用去管这些地方 怎么设置 然后我们只需要呢 选择自己喜欢用的预设 然后去输出就可以 比如高质量 720PHD 这边呢 它都会重新去指定 这样这些需要设置的参数 为我们手动 自动的设置好 所以这个是视频 音频的地方基本上就是AAC 然后我们不用去调它的设置 这边呢 就用默认的设置 然后下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 那么这些其他的参数呢 我们在后边呢 再去讲怎么样去用 包括我们学到颜色调整的时候 和这个字幕方面的一些设置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这些地方的用法 现在我们知道视频和音频 是可以很好的进行输出和设置 只要采用预设就可以轻松的输出 下边你可以使用高质量渲染 但是会加大减码时间 预览呢 不建议使用 预览就是说我们PR的一些缓存媒体文件 也用来进行渲染 我们要高清的视频 不要去勾选 渲染后呢 导入到项目中 可以再把渲染完成的文件呢 再导入到我们的PR中 然后开始的时间从零开始 一般来说我们做序列的话 都是从零开始 如果你的序列很特殊的话 一定要勾选一下 如果视频有透明 只想渲染透明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 但是一般呢 在一些合成软件中 才会去紧渲染透明 我们剪辑视频呢 很少去用 所以不用去考虑 时间差值这些呢 我们到后边讲 调整速度的地方 再去讲这个地方的用法 然后这边你会看到 估计文件的大小 如果点击导出 这个视频呢 就开始渲染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你渲染的时候 会有一个渲染的时间 包括一个进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 什么都不能干了 只能等待它渲染完成 渲染完成之后 会跳回你的序列 那我可以呢 返回我的桌面 那我可以看到 这边会出现 我们所渲染的这个视频 同时我们看到 它的属性200MB 详细信息中 刚好是我们所指定的 这些参数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PR中的 它的一个默认的渲染的方式 感谢观看